現在我們要講那個中央銀行了 各位各位願請盡速就座 謝謝 我們稍早提過了 附屬單位預算的記帳方法都是特種的 特種基金 基金就是記帳方法 會計方法 然後裡面如果是以盈利為目的賺錢的 不一定賺錢 虧錢也算了 那了錢也算了 這銀業部分 剛才有講過 這個又不見了 銀業部分就是特種基金裡面還分了銀業基金跟作業基金 銀業基金就是它是屬於 有營業收入 有那個營業目的的 通常一般它都是按照公司法設的 所以我們的國營事業大部分都是股份有限公司 這裡面 我們大概都很熟嘛 台電 台糖 中油 中央銀行很奇怪 中央銀行它竟然也是國營事業 因為它是我們賺錢的金基母 沒想到這麼多人知道 我覺得它特別解釋一下 中央銀行的錢從哪裡來的 它賺錢從哪裡賺的 它不用操作 也算了 其實我個人一直覺得說中央銀行不應該列在這個地方 因為它的角色非常的特殊 它跟行政院基本上是 一個政府你要往前走它有兩個箭頭 一個是行政院 一個是中央銀行 兩個箭頭要往前衝 它現在列在這邊感覺上是 我剛講的這是屬於小三的地位 邊在這種國營事業 可是它完全不是 從預算的角度真的是 中央銀行一年的那個角庫 這邊還不是角庫的 這邊是它自己的收支的預算 中央銀行它一年角庫 2000億吧 2000億左右 我們剛才有提到一年政府的支出 收入支出大約 快兩兆 一兆七一兆八 收入支出差不多快兩兆 算兩兆好了 2000億是兩兆了多少 不好意思 10% 一聲 大家 各位可能想像 淨戶中央政府 有一成的收入來自中央銀行 所以它為什麼這麼多A 全世界大概沒有人像它那麼會賺錢 好幾A的中央銀行總裁是好幾個A 我已經不知道到幾A去很多A 一方面 我想解釋一下它的這個錢怎麼賺 中央銀行它的損益表大概是這樣子 它的收入 利息收入 支出就是利息支出 其實就是基本上是兩個東西 利息收入從哪裡來 它我們的外匯存體存在國外 國外的資產生利息的那種 基本上 就是它的主要收入來源 我們的外匯存體多少 它的資產大概就多少 好 那只是它是用 不是台幣 可能用美金或其他的 主要是美金 的資產的方式 收它的利息 叫做它的主要收入 好那它的支出呢 是叫做利息 付給誰利息 中央銀行的存戶是誰 中央銀行我們在念書的時候叫做 銀行中的銀行 它管所有的銀行 那我們一般人沒錢找銀行界 銀行沒錢找央行界 那央行就會給你受利息 這個 但是我印象中最大宗的利息不是這個 是它去發國庫券做資金調度 應該不是國庫券 訂存單 央行訂存單 那個是它的任務 它要調節你一個 國家裡面的那個 所謂的資金有沒有浮爛 要收縮或者是放鬆 它用的方式就是 發訂存單 對 央行的訂存單 那這個東西是要付利息的 這個才是它真正主要的 利息支出 除了利息支出之外 它的支出面還有一個東西 叫做匯兌損失 可能的匯兌匯差 所以它其實跟我們一般的老百姓 一樣 我們也是走匯兌 一般的公司 匯兌損失這個很嚴重 你如果這樣子想 你就會知道說 為什麼台幣的匯率一定要 一定要稍微弱一點 不要讓它升值 除了對我們的出口有幫助 剛才有一位朋友問我 出口增加是對GDP是有幫助的 沒有錯啦 台幣的匯率讓它貶值 或者阻止升值 讓它不要升那麼快 它是對我們的出口是有幫助的 這當然是OK 另外一個副作用 台幣如果貶值 那麼中央銀行就有一大筆的匯兌收入出來了 這就是它的收入之一 另外一個主要的收入 所以它 它 阻止台幣升值 有人就從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它是為了自己賺錢 基本上我也不能說這樣不對 但是其實最重要的 目的 它是要維持我們的出口 因為台灣是出口導向 出口的比重還是很高 那你出口也不好 你整個GDP就會 GDP就會受影響 我們剛才從一開頭講的那個GDP 那個等是C加I加G 消費加投資加政府支出 加上出口減進口 所以進口是反向跟GDP是反向 其他的正向就是說 你這個支出越大 那麼對GDP是有幫助的 出口越大GDP是有幫助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以前要發消費券 道理就在這裡 不管是讓它那個政府支出增加 還是我們的消費支出增加 都會對我們GDP有幫助 所以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出去花錢 反而是比較對的 而不是經濟不景氣越不敢花錢 那就越糟糕 其實從經濟理論來講是這樣 好那所以那個 剛才講央行收入來源會差 另外一個是 對會差是一個 那個是主要是會怕會損 那個對 另外一個是利息支出 那利息支出他付出去 還有一個東西會直接影響他利息支出的高或者低 物價水準 物價水平 怎麼說 我講到這邊有點遠 但是我覺得這觀念 讓大家了解一下我覺得也很好 也很好 剛剛講央行是銀行中的銀行 央行可能要付一些利息給銀行 那我們去銀行存錢領一些利息 那個所以我們是一般老百姓是領利息 那央行是付利息 可是如果物價水準太高 我們所謂的實質的利率就會變成 錢的補給 利息就會補給 越來甚至變成負的 那這個負的 對誰有幫助 對央行又是一大利多 因為他利息支出實質上減少了 他的收入面不在乎 收入面跟這不一樣 他的支出面是降低的 所以你只要讓台幣不升值 只要讓物價稍微高一點點 他就平白可以賺很多錢 就這麼簡單 不過這樣講法實在 我覺得我這樣講有點太刻薄了一點 但是現象的確是可以這樣看 收入面 外國的利息可能你控制不到 因為你外匯存到外國 外面的利息高度你可能控制不了 但是你可以控制國內 這個都是央行可以控制的 剛剛講到幾個東西 物價 利率 匯率 這個跟行政院都沒有關係 誰在管 澎淮南在管的 這個是他先天上就是這個任務 中央銀行的任務就是要讓這個東西穩定 然後協助一個國家的經濟能夠往前走 這我剛剛講的 你一個經濟體要往前衝兩個箭頭 一個是行政院 一個是中央銀行 我們今天的最後一個配局有講到 其實就是一個所謂的 財政政策跟貨幣政策 就是這兩個機關來的 好 中央銀行每一年 我剛剛講的他的收入大到 稅入大概一成是他貢獻的 然後他的獲利能力有人幫他算過 差不多如果以股東權益報酬率來看 央銀行的報酬率大概跟台積電 張忠謀的台積電差不多一樣 也就是說賺錢能力是一樣高 他跟台積電差不多一樣可以比 所以很厲害 那雖然我一直覺得 這很奇怪 以他的地位來講 不應該是放在所謂的 這種 國營事業裡面 他大概佔國營事業腳褲可能有八成 都是央行 所以 事實 這是事實 這真的是麻煩 那我們剛才已經講了 他如何賺錢 至於他那樣 從我的角度我寧願 寧願看說他只是執行他的政策 只是剛好一些附帶效果 讓他可以賺了錢 當然你可以去批評他說 這個這樣不對那個我沒有意見 只是說讓大家就自己去評斷 這個他到底是他在執行他的政策 讓國家穩定還是說他為了要 自己賺錢 這個我沒有這個定論 這個可以我把觀念交給大家了 那大家可以自己去判斷 然後這裡面還有一個點 這些國營事業很討厭的是什麼 他都可以控制一些東西 像這個中油基本上影響我們的油價 台電影響我們的電價 剛剛講的央行影響我們更多了 所以這些國營事業基本上掌握了我們的民生的命脈 甚至是經濟的一個箭頭 都在這個所謂的國營事業裡面 然後他 我們重點是他編的叫做特種基金 裡面的營業基金 這是重點嘛 剛才講的都是扯太遠了 好 政府在編預算的這個過程 現在要來談過程到底是怎麼樣子 法定的一些流程 剛才講有提到一個大概算一下 那各個單位他憑什麼去大概算一下 他是也有規矩的 他的流程首先是行政院 他必須要先定一個叫做施政方針 然後這個定這個施政方針 才可以給各個底下各個單位去做概算 好啦那行政院怎麼樣去得出這個施政方針 他也不是關在冷氣房裡面就編了出來 他需要底下各個單位 提供他資料 這個是法律上定的 就是你這些機構 你主機總處要提供什麼 國發會要提供什麼 審計部要提供什麼 財政部要提供什麼 都是定好的 你就是要提供給他 給行政院這些資料 他主要的目的是在看說 那我讓行政院知道說我去年 我去年執行預算執行 或是說我政府施政的成效 是怎樣 哪邊有缺哪邊不夠 哪邊還不錯 做他的參考目的在這個地方 這裡面當然 主要都是財經指標 一些總體經濟的指標是最多的 裡面有一個東西叫做 國民幸福指數 這個東西我想把它提出來 稍微說明一下 這個比較有趣 其他的 比較沒什麼 以前那個 有個電視節目 有個標準的問題 人家問你說 你 你幸福嗎 那回答是 對 這個是這種 問卷式的 主觀的感覺 政府的 一堆參考資料裡面 剛才講他有一堆參考資料 他有一堆參考資料 我為什麼這邊挑這個 因為這個比較有意思一點 就是說 雖然人家問你 幸福嗎 有人說不錯 有人說不好 有人說好 這個都是你主觀的感覺 可是對政府來講 他 不只 不能只靠 主觀的感覺來 斷定說我去年的施政 好不好 講到這個幸福嗎 我好像以前有看過那個 中國大陸中央電視台 他們記者有去訪問 路邊去訪問說 你幸福嗎 我記得我看到一個 一個大叔 記者問他說你幸福嗎 大叔 你講什麼 對 他說 我不幸福 我 我姓王 人家叫我老王 我不幸福 滿可愛的 這裡面的重點是說 政府 他在做施政的規劃的時候 真的是需要具體的資料 除了你主觀的 主觀大家可以 感覺不一樣 還可以把它聽成說 我不姓張 我姓張姓王 那就 所以主觀的會有這種誤差在 那怎麼樣客觀 這個是我們 政府採用的一些指標 這其實不是我們政府用的 這是國際用的指標 當然我們的 政府單位有把它稍微改一下 你 這個是基本上是 OECD 那種 國際先進開發 已開發的國家 在用的 的指標 當然有收入 什麼 就所得高低 就業等等 這種都是用具體的指標 其中比如說像 你客觀的 比如說居住條件好不好 他用怎麼衡量 居住條件好不好是說 是說 我這個 真的快沒電了 住宅無室內沖水馬桶 知人口百分比 這個 用這個來衡量說 居住條件 好不好 如果你家 每一個人都有 沖水馬桶 恭喜你 你們都很幸福 這個 這個真的是這樣 就是說 我們全世界有蠻多國家 可能連這樣基本的東西 都沒有 所以人家會用這樣的指標 來衡量說 你基本的居住條件 夠不夠好 有 新聞上常常看到說 明年 比如說放假要不要多放一天 多放兩天 這個叫做 小確幸 那小確幸是不是幸福 是 因為真的是 真的是 他這邊有受僱者 工時過長比率 你工作的時間如果 或者是休閒 工作時間短一點 休閒時間短一點 這個都構成 我們衡量一個幸福指數 的 其中的指標 好 這邊來跟國際比較一下 就剛才那個 那個我剛剛講的是OECD 做的 那我們 台灣的政府把它 把它放進來比 其實 感覺上 我們還不賴 在OECD的國家 OECD國家蠻多的 不過都是以開發國家最多 我們還排名第19 總分數來講的話 這個還蠻新的資料 2013年 19 所以其實 不算差 不算差 就好像我剛才有提到 昨天今天見報的新聞說 我們的那個平均美人GDP 全世界 200個國家 我們排27 還算是前段班 的概念一樣 你只要跟國際一比 我們都還OK 好 那個 只是說行政院會 收集一大堆資料來編 他的所謂的 施政方針 然後 施政方針什麼時候訂完 三月底以前要訂完 訂完之後 他就會 再去做一個 預算編制辦法 發給底下 各個單位 各個單位 就按照這個 施政方針 預算編制辦法 去做他的概算 然後做完了 一直往上送 送到 行政院最後編成 中央政府的總預算 院會 行政院再送到 送到哪裏行政院去 送到立法院 由行政院會 會計年度開始 四個月前 提出立法院審議 會計年度開始 四個月前 就是 八月底 因為我們會計年度的 開始是一月 那 所以八月底前 現在已經七月了 下個月底之前 就要提到立法院去審議 就是這個總預算 總預算就會送到立法院 去做立法審議 剛才敘述的這個流程 這邊再看一遍 各個機關 送參考資料給行政院 然後行政院定施政方針 然後行政院在定 預算編制辦法 各個單位去做概算 開始會診 會診 會診 最後出來總預算 送立法院 審 好 預算有什麼限制 就是剛才有提到一下 這個是預算的天條 就是說 你 不管是收入或支出 全部都要依法來辦理 預算沒有編的 通通不能做 最高指導原則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有提到金長門 資本門 那麼你的 基本上你的金長門的收入 就只能用到金長門的支出 兩個要相配 那資本門的收入 就配到資本門的支出 原則上是這個樣子 除非說你金長門 金長收入有剩餘 可以移到資本支出 這邊指的是 金長的收支有剩餘 不是說 不是說我編在那個 那個稅出的 金長門的稅出 就直接拿來用 不是 是要有 有剩餘才可以 那其他的 反正預算外的 通通都不能做 基本原則就是這樣子 你預算沒有編的 通通不能做 剛才有提到那個準備金 它是編在預算裡面的 它不是預算 它是在預算內的 只是它的自用的過程 它是比較簡單的 這一頁 總預算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有提到 單位預算 跟附屬單位預算 然後 總預算 基本上就是 附屬 基本上就是 單位預算 把它加總起來 差不多 就等於總預算 差不多 所以說差不多 是因為 還有一部分的 附屬單位預算 也會編到 總預算裡面 就是什麼 這句話講說 其實附屬單位預算 基本上是 不算在總預算裡面 只有 單位預算 才算在總預算裡面 所以我會說 差不多把單位預算加總起來 各個單位的單位預算加總起來 差不多就等於總預算 除了一小部分 國營事業 角庫 的部分 以外 那因為那個部分 是屬於附屬單位預算裡面 只有那個部分 那不然 總預算就等於 各個單位預算加總 那什麼叫做分預算 我們拿 比如說拿一個 金控公司的概念來講好了 金控公司 金控公司底下會有 可能會有銀行 有保險 有證券 可能其他的 主要是銀行證券保險 然後這些公司底下 可能還會有孫公司 就是金控底下會有子公司 子公司底下會有孫公司 拿這個觀念來看這個的話 金控它會有一個東西叫做總預算 相當於我們的總預算 底下的子公司 差不多是單位預算 底下的孫公司叫做 單位預算之分預算 這個不太亮 已經指 好 單位預算之分預算 是指孫公司的這個概念 那附屬單位預算呢 我一直講它是小三 那小三的下一代就叫做 就叫做小小三 附屬單位預算之分預算 大概是這個觀念 所以說這個整個預算 這個體制大致上是這樣子 政府預算 立法院在審政府預算的時候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規定 立法院對於行政院所提的預算案 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 這一條是規定在我們的憲法裡面 所以它的位階非常的高 那它的目的是說 怕那個因為立法委員都是民選 那他很多選區的壓力 選民的壓力 你如果允許他去做支出增加的提議的話 那恐怕會就是支出會很腐爛 控制不了 這個是定這一條主要的用意 以前曾經發生過憲法 那個叫做什麼 大法官要去解釋 因為過去曾經發生過一件事情 就是說立法院希望想要 幫公務員的年終獎金加發一個月 一個半月好像是這樣 然後在審預算的時候 立法委員是希望說你行政院回去把它改一改 把它增加 他還繞過了這一條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不是立法院要去改 不是 我請你行政院回去改 那行政院就不要 最後是還經過那個大法官的會議解釋 當然結論結論是還是不行 只是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兩派的政反的意見就出來了 贊成的說我立法院為什麼我應該可以改 為什麼 因為立法委員是民意代表 代表直接的民意 那我既然代表了直接民意 你竟然不允許我去干涉這個支出 不能替選民謀福利 為什麼不行 這個是 就是贊成的人主要的論點在這裡 因為他是最高的民意單位 反對的那一派 他的主張是說 我們今天開中民意講什麼叫做預算 是政府的財政收支計畫 他其實除了收支會計計帳之外 還代表行政院或者說政府 他的施政的計畫跟績 不施效 施政的好不好 絕對是拿這個可以拿預算來看的 那這裡面就會有權責問題 你行政院自己編的預算 你自己去支出 你最後執行的好不好 所有的責任都是行政單位要負責 跟立法院 立法院只是監督而已 他沒有負什麼行政責任的 那你如果允許立法委員說 我要增加某些支出 那這樣有一個問題就產生了 會權責不分 就是你這些支出這個案子 萬一失敗 那麼責任到底誰屬 那一方面浪費是一回事情 講的理由還是存在 但是最重要是說你的權責 你立法跟行政照理講 還是讓他用互相制衡的觀念是比較好 而不要讓他好像這個權責不分 所以這是反對的理由 是這樣子 那目前為止還是維持沒有變 立法委員 立法院可以卡預算 但是不能增加 好 接下來這個就比較沒什麼 就是那種普通基金 特種基金 他要注意什麼東西審的時候 要關心什麼 這個我覺得我一點都不關心 也不太要關心他 好 立法院應該什麼時候要審完 總預算按應於會計年度 開始一個月前有立法院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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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十一月底 每一年的十一月底 以前立法院要審過 然後 會計年度開始的十五天 也就是十二月十六號吧 十六號還是十五號 總統就要公佈 正常的流程是這個樣子 我八月底行政院送到立法院 立法院在十一月底要審完 那過兩個禮拜總統就要公佈 那因為剛剛一直重複就是說 政府機關你的最大的天條 你所有的收支 通通要依法來辦事 預算裡面沒編的 通通基本上都是不准許的 所以要趕快按照這個時間 所以如果總預算沒過 就是就會很麻煩 那這一頁就來告訴我們 萬一萬一 那個立法院審預算的時候又 就是開不了會 沒有審完怎麼辦 你按照剛才那個時間審出來怎麼辦 按照我們現行法律的規定是這樣子 如果立法院沒有按照剛才那個時程 把它審完畢 那你總不能讓政府停擺啊 所以 該怎麼暫定辦法是這樣子 如果他沒有按照這個時間完成的話 那麼收入跟支出 它的原則是這樣 收入按照去年實際支用 我們就按照我們就拿去年的實支的數量 先走 暫時用這個當 預算就先走 你可以花 支出 你只要是新的支出 新的計畫 不好意思通通都不行 既有的那就可以走 包含你的借錢都一樣 你借錢 你只要是 都是按照去年實際的情況 暫時先走 但是新增加的通通不準 這個是說如果我們的 預算案沒有按照那個時間把它審完 那中間這個過渡期按照這個方式來進行 那立法院審完了 審出來了 那如果行政院收到這個 預算 剛講立法院不可以 增加支出 可是他可以砍嘛 他如果砍的 讓行政院覺得受不了 我砍太多了不能做 怎麼辦 行政院也有救濟的方式 他的救濟方式是這樣 這個應該快沒電了 他的救濟方式是這樣子 就是說經過總統的和可 這個 預算案 就立法院送出來的那個 預算案 送達行政院十日內 可以移請立法院 覆益 也就是說 如果行政院覺得這個 預算案 被砍得太離譜了 他會做不下去 因為他有他的施政方針嘛 他已經想好他怎麼做了 你把他砍太多了 他覺得做不了 那麼 在總統和可的情況之下 他可以去立法院提複議案 那立法院對於行政院送來的複議案 要十五日內 做成決議 如果修會的話 他也必須要自行集會 然後在十五日內做成決議 那立法院可不可以不理他 不行 如果立法院不理 不理這個行政院送來的複議案 複議案預期 就超過了十五天 沒有議決 那麼原決議失效 也就是說會維持 會變成維持原來行政院的 定的 預算 但是如果經過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以上 決議維持原案 那行政院沒有辦法 你就是要按照 立法院的決議來走 那 預算結束的時候 結尾的動作怎麼做 結尾的動作 其實這邊把它省略掉了 其實跟編的時候有點相似 只是 各個單位要開始編所謂的決算書 決算 就是一年結束了 那決算一直往上送送送送送送 也是一樣送到行政院 最後行政院在 會計年度結束後四個月 也就是每一年的四月 四月內 他要把這個決算書 他要把這個決算書送到監察院 其實應該是監察院的審計部 送到審計部 然後審計部跟行政院的 院長 相關部門的人 都要到立法院 去報告去年 決算的這種 執行情況 這個是結尾的部分 就是一個預算的流程裡面 大概是這樣子 一個循環 好 這一頁是說 剛提到那個天王條款 你就是你預算 預算編了你才可以 才可以花 沒有預算的就不能花 這裡面是說 你雖然預算編了 可是你是編在不同的 大項目底下的時候 你即使這個大項目有剩 你不可以挪到那個缺的 比如說你編在國防的 你發現教育不夠了 你不可以把國防剩下來 我少買幾顆飛彈 少買幾個潛艇 我把它拿來做教育支出 行不行 不行 這種正式別大的科目 是不可以挪來挪去的 但是同一個計畫裡面 比如說我同樣是在 學校的教育支出裡面 我本來有一筆錢 是要買這個文具的 有點多 那我本來要去什麼 什麼佈置 或者是辦什麼活動的 有點少 同樣一個小計畫裡面 是可以挪的 這樣是可以 但是大的不行 另外還有一個重點 你不管怎麼挪 你都不可以拿去用人經費 也就是說你不管 你即使你的預算科目 剩餘再多 你都不可以拿去 請人 聘人 這跟我們一般的公司 絕對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政府機構 他要 徵聘工人員 他是有另外一套體系的 不是說我有錢 我就可以去找一個人來 這是不行的 然後這邊 各機關重大工程投資計畫 超過四年為動用預算 那麼預算就應該重新審查 也就是那種 成績預算過關了 但是一百 反正有各式各樣的理由 一百擺了四年以上 這個預算就不算了 又重來了 四年 好 剛才我有提到說 計畫趕不上變化 人算不如天算 你不管你的預算 不管你的預算 怎麼編的 怎麼 想的怎麼精準 總有不實之虚 不實之虚 有三種應付的方法 一個講過了 叫做預備金 預備金還分 第一預備金跟第二預備金 然後預備金 它動用的時候是最簡單的 因為它不需要什麼法律什麼的 你只要發現經費不夠了 基本上就可以用了 主管只要它的上級核准就可以 那是叫做預備金 第二種叫做最佳預算 最佳預算 什麼時候會有最佳預算 各位看它底下的最佳預算 提出的時機 全部基本上都是依法律 依法律依法律 或者是什麼重大事故 因為重大事故 經費超過了 基本上就是 那種 大到不能再大的事情 不然就是 按照法律來 法律有規定 你才可以追加 這個跟剛才那個叫做 預備金完全不一樣 預備金只要主管 機關核准就行了 追加預算 它要基本上是要經過法律 都是因為法律的因素 它規定你要怎麼樣 要做什麼做什麼 天災會有另外的一條路 所以這是追加預算 它重點是 它都是因為法律 叫你做什麼事 你錢不夠了 所以你可以半追加 追加預算是 你原來的預算的數字再加上去 它還是屬於原來的預算案 還是屬於原來的總預算 這個叫追加預算 重點就是說 它都是因為法律規定 你要做什麼事情 規定太多了 做不完了 追加預算 特別預算第三種 應付不時之需的第三種方式 叫做特別預算 特別預算不在總預算裡面 跟總預算其實沒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這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 你不會知道什麼時候 要發生天災地變 特別預算專門應付這種 不可預期的天災地變 這叫做特別預算 所以 我再重新彙整一下 應付不時之需三種途徑 一個叫做預備金 預備金最簡單 你只要覺得不夠用 上幾何准就行了 最容易被做成小金庫的就是這種 預備金 第二種叫做追加預算 追加預算就是 是屬於原來的總預算 還是屬於原來總預算 只是它規模變大了 但是它怎麼來 它都必須要 因為法律的規定 要你做的事情 太多了 做不完 才會有 才能追加預算 第三種叫做特別預算 特別預算 就是天災地變 你無法預測的 無法預期的 就是這種情況 就是這種情況 才有辦 才能夠用特別預算 特別預算 收支現在要講中間 如果收支不平 那舉債我們的債務情況 一樣衡量的方式 各級政府債務未長餘而佔GDP 一個是佔當年度GDP 一個是佔前三年GDP平均數的百分比 我們目前大概在40 42.9 大概有這個觀念 我們先知道說 現在各級政府下一家佔GDP 42.9 40 看是佔當年還是佔前三年 大概是這個數字 好 這邊又來跟國際比較一下 各國中央政府債務未長餘 佔GDP的比較 我們雖然很清楚 從剛才一直講下來 台灣的財政失智 越來越嚴重 債務應該理所當然 也會越來越嚴重 跟國際一比 奇怪喔 跟國際一比 我們好像又沒那麼嚴重 這個 我不曉得這什麼在造假的 那要怎麼樣比才公平 那要怎麼樣比才公平 欸 我 我再 說明一下就是說 從我們研究的角度 你怎麼樣都需要拿一個客觀的 數據來看一件事情 就是盡可能找客觀 我們講那個 你幸福嗎 這個比較主觀一點 比較難 好 可以 你說不能這樣比 我沒意見 好 那怎麼比比較好呢 還是說不能比 那不能比那就麻煩了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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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呢 好 因為這個地方 他用的 基本上的基準 蠻接近 佔GDP的比重 GDP是什麼東西 你一個國家的財力 總收入吧 可以這樣講 我一開始就講了 好 我這個總收入裡面到底 裡面 多少的比重是借錢來的 簡單 簡單看是這樣子 我們把每一個國家 大概都是用這種 同樣的基準來看 就是這個比重到底高 或者是低 當然其實 你講的是對你知道嗎 因為每個國家的社會制度 都不一樣 可是那個是另外一件 另外你要從不同的角度 去看它的時候 你往細一點去深入追究 可能可以得出 跟這個不一樣的結果 但是 不管你怎麼去深入它 這個數據不會變 它 你除非說 你永遠不去這樣子看它 對 但是你如果再深入 比如說我所理解的 好像新加坡 它好像它的 一些債務的定義 或是什麼 好像就跟我們一般 不是那麼一樣 你可以深入追究 他們每一個數字的細節 這是OK的 它可能真的會有不一樣 國情可能真的就不一樣 那 那但是 你總是要有一個 大致上你可以抓的一個指標來看 而不是我憑那種 我的主觀 那這樣就比較麻煩 任何的方式 我都覺得OK 你只要能夠 有一個 比較相對客觀的一個數據 就好像我們真的講 政府它要去感覺你 幸不幸福的時候 都還要用你家有沒有馬桶來看 你至少抓一個東西 一樣的道理 你抓一個基準來看 那這個是可以做個參考 我們 我也 在那個副表裡面去秀給大家看 我們的財政失智的確是越來越嚴重 這個跑不掉 那我們的這個 那個那個財政負責 還會有 我們現在還還 底下還有數據 那真的是 趨勢是嚴重的 那但是 只要跟國際上的一比 就感覺上還沒那麼嚴重 這個是我每個人的那個 那個負債 就所謂債務負擔 國債中 債務中 我們一個人 身上背的是24.1萬 平均每人負擔債務 中央政府的 這應該是未償還餘額 然後是 其實是 越來越多 歷年來看 越來越高 這個每一個都驗證 我們剛才 財政失智那個數據 都是越來越高 這個 絕對數字就不要看了 絕對數字比較難 這個 你如果說用這個看就 真的就 規模都不一樣 大家大小都不同 你就拿一個絕對數字 這個就 這是 不是再不是規模 這平均每人 這已經平均過了 這張是平均的 平均債務未償還餘額 這個 這個 除了韓國以外 你從比較大的數字 其實一樣 都會得到一個結論 你只要跟國際比 台灣都沒那麼差 其實我們從開頭到現在 我已經可以先下一個結論 當我們在評估我們自己好或不好的時候 你只要跟自己過去比 通常會得出我們是比較差的結果 我們如果跟國際比 通常都會得到 我們沒有那麼壞 還不錯 數據看起來真的是這個樣 那各位要怎麼去用 怎麼去評斷 請各位自己 心裡面的那把尺 自己來判斷 其實我們講收支跟借錢 我們都沒有進一步去談 他浪費了多少 有沒有浪費 浪費了多少 我們沒有去追究他 其實那個才是重點 那可是 不能說他只是重點 那是重點之一 那可是我們今天談的是 組織架構流程 所以沒辦法去細談到那個細節說 你這個浪費了多少 A了多少 這個 舉債的限制 剛才看到那個數字是 40%跟42.9% 那其實他的 我們現在的法律規定是這樣子 政府什麼時候可以舉債 要調節資本支出 舉債只能用在長期的目的 意思是這樣子 因為資本支出都是比較長期的 所以你收稅入稅出中間的差 你基本上 經常門都要平衡的 基本上經常門是要平衡的 那不平衡的都在資本門 因為資本門才可以借發工債 好 那各級政府加起來 所舉債的一年 以上公共債務或長期的預算數 合計不得 超過行政院主計處 發布的前三年度明目 國內生產毛額 平均數百分之五十 國內生產毛額就是GDP 就是剛才看到那張表上面有秀 42.9 那個數字 我們的法律規定是百分之五十 不能超過百分之五十 所以我們的還有一點小空間 那可是百分之五十 並不是中央政府就全部占區了 不是 它其實是還要分配到中央縣市 還有各級政府底下的縣市鄉鎮 它分配的比重是不一樣的 加起來百分之五十 然後 各縣市政府 各那個 就等於是對縣市跟鄉鎮的政府 它還有特別的限制 就是說 它的債務未長還餘有不能超過 它的總預算跟特別預算 所以是出總額的比例不能超過百分之五十 五十幾百分之二十五 這是比較細一點的規定 就是說 就是說你除了 除了占GDP那個總限制之外 你還有 那個縣市相鎮還有額外的限制 至常性這個不理它 好 最後一條是說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的其實是指 歷年來還沒有還掉的債 所謂的未長還餘餘餘兒 歷年來還沒還的它有一個比重 那聰明的人就說 那我就借 借新的債去還的舊債不就好了嗎 它有限制 你每一年度舉債的額度 不能超過幾種預算級 特別預算 稅出總額的百分之十五 這個意思是說 比如說兩條限制 一個是我累計沒有還的債 不能超過過去三年平均GDP的百分之五十 這是累積還沒還的 那我新界的不能超過我今年稅出總預算 稅出總額的百分之十五 我這個稅不能講太多 稅就是租稅負擔 租稅就是中華民國萬萬稅 這個狼狼上口 那我是研究稅 我本科是財稅 我把我的觀念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萬萬稅是好事相對於一歲 來講的確是萬萬稅比較好 理由我們剛剛講國家的支出 我們現在支出的主要來源 收入主要來源 稅收百分之七十五塊到了 那你如果不從稅來 那你就政府就得要縮小 其實我們政府規模已經在縮小當中了 那你就繼續讓它縮小 也可以這個沒有問題 不是開源就是節流嘛 那你沒有辦法開源 那你就政府規模減小 這個OK 所以你的 你當然你的收入就不用那麼高了 那自然而然稅就會降下來嘛 好那我先不管 我先假設我們現況 你的稅的收入百分之七十五 就是政府的收入百分之七十五 就是政府的收入百分之七十五 來自稅收 那我這個稅都來自哪裡 老百姓交的啊 全部是我們國民一塊錢一塊錢交出來的 那你如果說 這一些稅我們一次交 加起來一次交 那恐怕 所有人很多人都會都會倒點 太多了 交不起 所以 做這個租稅制度的人就很聰明 各位應該有聽過所謂的這個 拔鵝毛的這個理論 你要一鵝你要拔毛的時候呢 你要小的分散地方把它拔 比較不痛 不能拔到這樣挨出來 那就不好 這就是為什麼要有萬萬稅 如果只有一稅 還慘了 可能交稅的時候是要砍一隻手 不是拔你一根毛 道理在這裡 我們先不管說它裡面這個稅是不是多或少 另外一回事情 但是它的設計的目的是這樣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 它這些稅呢 是在你生老病死的時候分開來課啊 你從所得收入到支出到我存下來 移轉到下一代 稅是無所不在 所以說萬萬稅也是對的 我們來看一下 收入進來的時候課什麼稅 所得稅 然後去Saven買東西 你知道什麼稅嗎 對啊 這是沒什麼感覺啊 買一輛超跑 那個貨物稅很高啊 那叫奢侈稅 特種貨物稅 你去住房子房屋稅 我錢太多 不是錢太多了 反正我就是要 贈予給人家的時候 我要課贈予稅 我真的錢太多死掉了 我還要課遺產稅 所以我去唱個卡拉OK 娛樂稅 所以真的是無所不在 然後它的目的其實只有一個 拔的讓你比較不會哀哀叫 真的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講的是個概念 你可以說我們政府縮小 不要那麼多稅了 OK 這是另外一回事情 規模整個降下來可以 但是觀念上 是這樣子的 是這樣子的 租稅負擔同樣的邏輯 沒有租稅負擔還好 我們人民的租稅負擔 你如果按照GDP來比 沒有 沒有越來越嚴重 租稅負擔反而是沒有越來越嚴重 因為要加稅很難 都不會過 但是要支出很簡單 這就是我們的社會福利支出 為什麼一直增加 然後要增稅困難的 所以其實 租稅負擔沒有增加 又來跟國際比了 我那個結論一樣適用 當我們要表現我們台灣很好的時候 麻煩跟國際比較 我們一定不會比人家差 好 最後一個觀念 兩分鐘 我講一下 這些底下的稅務裡面 你只要看到稅率有累進的 只要看到稅率有累進的 他都有特別用意的 他設計這樣是幹什麼 他就是為了要劫富濟品的 劫富濟品講的有點 其實 你們講得太實在了 我快講不下去了 我現在要講的是說 他的設計用意在什麼地方 至於他有沒有達到他的效果 那是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 就好像說我們在講 預算收支流程的時候 我們沒有去談 他到底有沒有浪費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同樣我們在講 租稅負擔 他為什麼要這樣設計 所得相對高一點的人 就會納相對高一點的稅 目的只有這樣 再透過社費支出 把它移轉出去 所謂的劫富濟品 道理是這樣 累計 用意在這裡 你只要看到那個急劇的 都是這個概念 OK 所以這個其他的 個別的細項 我就不談了 大部分都是比例稅 比例就是大家去按照你的 綜合所得稅跟營利社所得稅 是我們稅的主要來源 這最後一頁 其實我已經講過了 而且講了很多 政府經濟的兩個箭頭 一個是財政政策 一個是貨幣政策 前面那個是行政院管的 後面是中央銀行管的 好 那我蠻希望說 今天介紹給各位的一些觀念 你可以拿來 將來你在做判斷的時候 會多一些參考的依據跟方向 他得出來的結果是對或不對 對這個要各位自己判斷 那但是基本的原理 是我 我盡量把那個原則告訴各位 觀念告訴各位 如果將來各位都有用得上 那就不讓 不枉費各位 花了兩個小時 在這邊很辛苦的聽 這個東西了 謝謝大家 謝謝 讓各位同心 我們再一次鼓掌 我們來利用的 我們先來 我們先來